好,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 再次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 谢谢主给我们一天工作生活忙碌 恩待我们所走的路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您自己的面前 仰望您自己的教导 恳求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 用你的话再次教导我们 再次使我们得着提醒 使我们走生命的道路 更使我们因为依靠耶稣基督 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蒙受上帝更多的恩惠 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宝贵的时间在您面前来领受 愿主让我们用谦卑的心在这里学习 使教的人学的人 一同在主的面前得着造就 赐福以下的时间 使我们蒙恩惠 如此祷告感恩奉主圣命而求 阿们 好 让我们打开真言书第四章 我们先来读 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 那是人生功课的第七课 那么真言书第四章 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七节 那早早早了之后 我们一起齐身来读 纵旨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交额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纯迹我的眼里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眼里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高深 怀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荣 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 把荣面交给你 我们读到第九节 那这一段的圣经 是智慧的父亲 教导他的孩子 人生功课第七课 那这一课 要他教他什么呢 他要教他什么是家传之宝 也就是代代相传的宝物 在这个智慧的父亲看来 当然就是智慧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什么叫家传之宝 就是我们有宝贵的 这一个宝物也好 财产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收藏的 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很盼望的一代 又一代的传给下一代 所以从很早的时候 从真正祖父 然后到了祖父母 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一代 还有下一代 不断地传下去的 这些都是宝物 那每个人的家里 都有不同的宝物 有的宝物很珍贵 需要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 有的宝贵很 宝物很珍贵 需要放在博物馆里面去保养 那么还有一些宝物 对他们来做是很宝贵的 但其实是一点都不宝贵的 比方说一个烫斗 那个烫斗是用木炭的 是很古老的一个烫斗 对这个家庭来讲 可能很重要 因为可能他们当年 就是靠这个烫斗起家的 所以每个人留下 不同认为看为宝贵的 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曾言这个智慧的父亲 告诉孩子 他要传给他的 他也盼望他传给下一代的 这个代代相传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智慧 所以他开始说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 那这个父亲的好教训 从哪里来呢 当然就是从他的父母亲那里来的 所以第三节说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这是讲到他小的时候 他想到他在父亲的面前 他在他母亲的面前 所领受的教训 他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教训 那这个教训 他要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那为什么说是一个好的教训呢 也就是他们的先祖 已经经历过这些智慧 他们的先祖已经知道证实 这些都是可行的 有价值的 所以这些先人用他们的一生 或者用几十年的人生的道路 来证实这些的真实性 所以因此愿意把这个看为好的东西 把它传给下一代 他特别提到他是父亲眼中的孝子 还有独一的娇儿 是要讲到他是他父母亲眼中所宝贵的 那你都知道人都有个特点 你所爱的孩子 你一定把最好的留给他 那你不会留一些 你认为不好的东西给你的孩子 你一定把最好的留给他 这是人的天性 这是不论到哪里去都是如此 因此这个智慧的父亲 他自己有他的父亲 而他的父亲留给他的就是这个智慧 所以他盼望现在轮到他的时候 他愿意把这个怎样 这个智慧再留给他的孩子 所以这就是叫做代代相传 这个最宝贵的那就是智慧 那当然传递这个智慧 是父母亲的责任 所以他过去他的父亲传给他 现在就轮到他传了 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说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存寄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那过去父亲这样子的教训我 现在我这样的教训我的孩子 这就是传递 所以我们都在传递 因此我们传递什么呢 我们留给下一代什么呢 我们要给下一代怎么样子的智慧呢 这就是我们做一个父亲的责任 或者我们做一个长辈的责任 那父母亲都有这个责任 肩负这个责任 要来传递这个智慧 当他传递这个智慧的时候 他用什么传 他用口传 所以他说父亲教训我说 那是最基本的用口传 所以因此每一天 我们都在家里面影响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口都在影响他们 我们讲什么都在传递价值 我们讲什么都在传递智慧 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信仰 我们有神的话语 我们有这些宝贵的 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相传 当然对我们来讲 最宝贵的就是这个信仰 最宝贵的就是上帝的话 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经历过 神的信实恩惠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借着口来告诉他们 所以你要常常告诉你的孩子 你要去做礼拜 你要信上帝 你要信耶稣 你要常常记得 神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一生的帮助 你要常常告诉你的孩子 我们会过去的 当我们不在的时候 你依靠谁 今天你依靠我 因为我还在 但是如果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依靠谁呢 你要告诉他 你要依靠上帝 不要告诉他说 如果我不在了 你去找MB 你去找政府 不要告诉他说 我不在了 你去找某某人 不是 告诉他说 如果我不在了 就是神 是我们的依靠 这就是把好的东西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 就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怎么做了 这个叫做口传 当然用心来传 这个心来传 就是你的教训 当你讲的时候 你真的是这样子讲吗 你真的感受这个热忱吗 就好像这个智慧的父亲 他从他父亲所领受 他会记得 为什么他会记得 因为他父亲讲的时候 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 因为他父亲用热忱来传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要把这个信仰 来告诉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要让他知道 你看中这个信仰 要让他知道 你宝贵这个信仰 这个是用心来传 你讲的真不真 是不是这样 他知道的 如果你有心 他知道的 我们有很多父母亲的心 很热衷于什么 孩子的学业 很热衷于孩子的功课 这个每个孩子都知道 这个没有什么错 但是那一个 你对那个功课的要求的 那种热忱 他感受到 但是你对他信仰的要求 他感受到吗 所以让我们 影响我们的孩子 特别当他年幼的时候 不断地影响他 到了他年长的时候 不断地影响他 也让他知道 我们的心 我们的热忱 我们所看重的 是用心来传 还有用生命来传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来了 我们叫孩子去做礼拜 那我们有去做礼拜吗 你就不能够老实说 孩子啊你去做礼拜 孩子你要去做礼拜 那孩子说 那你今天为什么在家里 今天我不想去 所以等你去就好了 你去的时候 见到牧师跟他讲说 我爸爸不舒服 我爸爸叫我问候你 你去就好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怎么会知道 怎么会相信 你真的 你真的把这个信仰 看得这么重要 那你的精神 你怎么活 当你在生命的当中 怎么看待神的家 怎么看待教会的工作 怎么看待你的服事 怎么样看待你在信仰 在你家里里面 他都看得很清楚 你看你喜欢什么 你孩子一定知道的 你看中什么 他一定知道的 所以这个智慧的父亲 在以前看见他父亲 所留下的是宝贵的 他经历到 他学习到 所以他自己也这样活 他愿意把他传给下一代 这叫做代代相传的智慧 代代相传的信仰 代代相传的宝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记得 这是父母很大的责任 就是不断地影响我们的孩子 有一个做妈妈的 当孩子打破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做妈妈的就这样 就骂他 又打他 就是这样 每次他打破东西 他就骂他 他就打他 以后渐渐的日子过了 孩子大了 这个妈妈常常对人家说 怎么我的孩子这么没出息 怎么我的孩子 不能像别人家有出息的 为什么 因为每次都打他 他的孩子被他打得怕了 所以什么都不敢做 打破一个碗 他就把他打得要死了 你想这个孩子还敢做事情吗 当然什么事情就不敢做 那就是这样 那就传大了一个消息 告诉他 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所以他没出息了 那么同样的 打破一个碗 另一个妈妈又是怎样 就对他孩子说 没有关系呀 碗很便宜的 你即管打破好了 那打破多几个没有关系 那没有问题的 这个孩子就真的听了之后 很高兴的就把碗炸了 又再炸了又再炸了 这个人以后他怎样 他成为一个败家子 他把他家里的产业全部毁了 把家里所有的保物全部毁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很真实的人 这个人是 中国一个很有钱的人 叫做沈万山的孩子 所以这个有钱的人 孩子就把他父亲的产业给毁了 那就是因为母亲的教导 同样的 另外一个孩子也打破东西的时候 那个母亲也没有骂他 那个母亲就对他说 为什么你做事情这么不小心 你打破东西的时候 你好想一想 为什么你会打破东西 希望你下一次不要再打破东西了 这个孩子因此 打破东西的时候就用脑想 所以越来越聪明了 所以你怎么教孩子 有很多的时候都在间接的影响 那这些事情都说到 我们的生活彼此交织 跟我们的孩子交织在一起 因此这个做父智慧者 他愿意他的孩子领受智慧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信徒的 要记得 我们有宝贵 我们有家传之宝 那就是神的话 就是这个信仰 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那这个智慧的父亲 传给孩子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智慧 所以他对他的孩子说 你要怎样 你要怎样看待智慧 所以他接着下去 他说第五节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眼里 这里他要他培养一个要得的心态 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都有一些要得 但是要得什么呢 他已经把它设定在 要得智慧 让他很清楚地知道 他一生当中 如果要争取 就是争取智慧 如果要努力 就是在智慧这件事情上努力 如果要付代价 就是要得智慧而付代价 这是同样的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我们要争取 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在争取 但是如果你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都争取了 你不会争取 你父亲所留下来的信仰 你不会争取 神所留下宝贵 圣经的话语的话 那是很可怜的 所以让我们 告诉我们的孩子 什么样子的 怎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智慧 纯粹这种要得的态度 第二呢 他要怎样 第七节他说 第六节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地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 然后第八节又说 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高深 怀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荣 他要他把智慧 放在最重要的 那就是为首 要他高举智慧 要他怀抱智慧 其实讲得 更清楚的一点 就是他要他 在生命中 把智慧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面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是不是 把神的话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把这个信仰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地位 是不是属于神的呢 那这是我们 要认真看待的 我们也要我们孩子这样 把他放在最重要的 这个位置上面 当我们说 把他放在最重要的 位置上面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看他是一切 看他是宝贵的 以前我们读中学的时候 常常 拿一些书来读 所以就 从中学生 很喜欢 背一两句话 然后常常讲的 其中有一句话 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生命尘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胖 那是我们常常讲 后来慢慢的 我们就开始明白 这句话 我们就改变了 生命尘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爱情故 两者皆可胖 你看一直在变化 就表示 你到底已看中什么 如果你看中的是自由 你就把自由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如果你看中的是爱情 你把爱情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今天 如果你把游戏 看为最重要的话 那游戏就超越一切了 如果你把电脑 看为最重要的 那电脑就是一切了 所以我们到底 在我们的生命中 把什么放在最重要的 那这是 这个智慧的父亲 告诉他的孩子 如果你明白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什么 是最重要的 那你其实本身 就是智慧 所以因此他要把他 把智慧 放在最重要的 这是他第二个 要告诉他的 第三他要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智慧 他要去享受 那个智慧的 那一个回报 所以他说 你要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高深 怀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荣 他必将华冠 加在你头上 把荣免加给你 也就是说 当你以智慧为首的时候 你真正爱这个智慧的时候 那个回报是很大的 人生的道路里面 你要经历你生命的高深 尊荣 华冠 跟各样的这一个荣美 为什么 因为你过一个 有智慧的人生 智慧使你离开恶的事情 智慧使你敬畏上帝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信仰 对神有信心 对神的话 有绝对的把握 我们人生的道路 一定被提升 人生的道路 在各方面的生活里面 一定蒙福 这就是我们看见 他的回报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父亲盼望 他的孩子 领受这个智慧 在圣经中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人物 我们看见但以理 那但以理 从小就被阻到巴比伦去 有一件令人不太能够明白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他十多岁的年纪 就懂得来到巴比伦的时候 决定要分别为圣 不要吃黄的善食 那什么东西在影响他 当我们如果了解 他们的生活背景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其实但以理 从小就被教导神的话 所以从小他就很明白 什么是属神 什么是分别为圣 因此这个信念很坚定 这个信念很坚强 以至他来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没有做任何的怀疑 没有任何的动摇 他就是选择要遵从神的话 所以同样 如果我们明白 从小明白这个智慧 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就好像提摩泰 从小明白圣经 说以至他一生可以跟着保罗 受保罗的教导 被神所使用 这就是高深 这就是尊荣 这就是我们看见的 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 你的家里什么是最重要的 所以问一问自己 你要把什么放成家里最重要的 每个信徒其实都应该让信仰 成为我们家庭最重要的 那信仰怎么成为你家庭最重要的呢 你先把它看为重要的 才可以使它成为家庭里面最重要的 所以这是这一段的圣经 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 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九节 我们再读 这个是生命功课的第八课 我们一起读 我儿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言言益受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走正直的路 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缺载 你奔跑也不知跌倒 要辞定顺悔 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 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弃 这的人若不行恶 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 以强暴喝酒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二人的道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在人生功课的第八课 这个父亲告诉孩子 你要羡慕 义人的路 你要羡慕 那一个永远的光 他在这里 要他羡慕 义人的路 因此他 在十八节说 义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这一段的圣经 他要教导他 关于犯罪这件事情 也就是他要让他清楚地看见 犯罪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对罪看得很不清楚 特别是这一个世代 罪的特性已经被模糊了 首先我们不喜欢谈罪 我们也不愿意谈罪 这个世界正在远离罪这个字 教会也不要谈罪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很不愿意谈 我们也不要谈 我们也美化他 但是这个智慧的父亲 要让他清楚地看见 什么是罪 那很多人以为 我们今天常常不把罪当的罪 所以人以为犯罪是什么 是一件儿戏 无所谓的 人以为犯罪是没有任何的后果 人以为犯罪是可以 很随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 今天我们常常用时髦 我们常常用前卫 我们常常用很好的名词 来形容这一些敢于犯罪的人 他们走在时代的前端 他们做许多不道德的事情 那我们常常把他们美化了 所以今天传媒正在渲染这一种犯罪 但是不把它当作罪的生活方式 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说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敢讲 讲什么 讲我们犯罪的事情 讲我们那些败坏的事情 那些羞耻的事情 我们整天哪来在电视电影 我们哪来在这个报章上来谈论 好像没有这回事这样 好像这是很普遍的事情 好像是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 好像是个家常便饭的事情 所以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敢讲 讲的都是坏事 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敢做 做什么呢 不是做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是做那些令人摇头叹息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比我们的祖先来得更加的敢做 都是不好的事情 都是犯罪的事情 我们祖先所做的是暗暗的 我们今天做了 不但做了把它拍下来 不但拍下来还放在网络上面 公主仪式让全世界的人看 所以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敢传 我们今天说家丑不可外扬 我们把这些家丑当做什么 一件荣耀的事情把它传开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所以你看英国13岁的孩子怀孕 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15岁做妈妈就让全世界知道 好像很光彩的事情 我们已经忘记了 这是一件家丑的事情 以前连提都不敢提 以前安安地把它送到别的地方去住 把它嫁给一个人 然后让他不要再出现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羞耻 但是现在我们根本不用羞耻这两个字 我们也不认为是羞耻这两个字 甚至今天很多人也认为 这是很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敢夸口 所夸的也都是不犯罪的事情 犯罪的生活 但是智慧的父亲告诉我们 其实你要明白犯罪的本质 你才能够过智慧的生活 我们不明白犯罪的本质 我们就不能够过智慧的生活 如果我们以为犯罪是儿戏 如果我们以为犯罪是很容易的 好像吃饭这样 你不可能过智慧的生活 因此他就告诉他 他说什么是犯罪呢 他特别用16节跟17节 他说这等人 他首先讲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可走坏人的道 那是14节 15节说要躲避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弃 然后16节说 这等人若不行恶 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因为他们以兼饿吃饼 以强暴喝酒 其实他就讲什么 他这两节的圣经 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首先 罪是一种的权势 一种权势 他有力量捆绑人 所以你看这些人被捆绑 捆绑到一个地步 怎样 这等人若不行恶 却不得睡觉 所以他要行恶 为什么 那是一种捆绑 还有呢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他变成他生活中 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是什么 那就是一种权势 他们没有自由 他要睡觉不行 他要先去行恶 然后才能够睡觉 他要睡得安稳不行 他先要去让别人跌倒 然后才能够睡得安稳 他们以兼饿吃饼 以强暴喝酒 也就是把兼饿当做什么 当做他必须去做的事情 当做是他的粮食 这是什么 这就是罪的权势的捆绑 第二 他提到这个饼跟这个酒 这个饼是冲击的 这个酒是当时候是提神的 就告诉我们他们 罪是什么 罪是一种力量 使你上瘾 反正是罪都有上瘾 罪不会 你想要做的时候可以做 你想不要做的时候就可以不要做 这不是罪的本质 罪有前世把人捆绑住 最有力量使人上瘾 所以你看赌博的人能够不赌吗 可能不赌吗 那不赌博的人常常会告诉你 你借我一百块钱 这是我最后一次了 我输了就算了 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是吗 真的有可能最后一次吗 你知道这是很可笑的 他不会是最后一次的 吸毒的人也是这样 他吸了之后 会是最后一根吗 他不会 这就是上瘾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 很多的时候 他们变成一种吃饼 变成一种喝酒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吃饭 时间到了我们吃饭 他们呢 时间到了吃饭 所以我们吃放上瘾 他们是犯罪上瘾 但是吃饭是上瘾吗 吃饭是上瘾吗 不是吃饭是必须的 但是当犯罪的事情成为必须的时候 那就是上瘾了 如果你偶尔喝酒 偶尔不喝酒 那不叫做上瘾 如果你非喝酒 不可 没有到酒醉的话 不能 那你就是上瘾了 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对罪说 我可以自由的 你没有自由 他罪是一种力量 罪是一种诠释 还有罪是什么 这里提到罪是一种蒙蔽人的心眼 当人犯罪的时候 人就看不清楚 没有一个人犯罪 可以越犯罪 越清楚的 不会 犯罪的人常常不清楚 犯罪的人常常会自己欺骗自己 我做的不好 他不会很清楚的 不会 所以在这里怎么说 他说 他来到一个地步 十九节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为什么跌倒 所以犯罪的人蒙蔽了心眼 他在危险的地方还不知道危险 我们都已经知道 危险是已经很可怕了 如果还不知道危险 那就更可怕了 如果你知道危险 至少你能够避开 你明知危险 却不知道危险在哪里 那个可怕性是很大的 所以犯罪的人 不会以为犯罪会有什么后果 他们不认为这是危险的事情 他们认为这是好玩的事情 他们认为这是刺激的事情 但是圣经说 不是 这是最蒙蔽了你的心眼 最后怎样 最是一个很邪恶的债主 他一定要你还 而且代价很大 所以圣经说 他最后怎么样 最后自己不因为什么跌倒 这个跌倒就是包括 他所付的一切的代价 一直到你十为止 他才甘愿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不要轻砍罪 特别你做基督徒 不应该轻砍罪 圣经中有罪 常常被提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跟罪征战 我们必须在生命的当中 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胜过这些罪 所以因此他告诉我们 你怎样能够胜过罪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信耶稣 只有信耶稣 我们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才有新的生命 能够过新的生活 但是我们怎么跟罪斗争呢 他说你要羡慕义人的路 他对这个孩子说 怎么样子走义人的路 第一件事情 第十三节 要辞定训慧 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第一件事情他告诉他 你要胜过这个罪 你一定要辞定 辞定什么 训慧 训慧是什么 就是他过去父亲教导他的 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话 我们要辞定训慧 你不是要辞定传媒的看法 你不是要辞定 这一个世界的道德观 我们要辞定这个训慧 这个辞定的意思就是 紧紧抓住不可以放松 抓住什么 抓住那个不可动摇的 在一个会动摇的价值观 会动摇的道德观里面 你唯一能够胜过的 就是抓住那不能动摇的 大概是一两年前 有几个孩子 跑到一朗的一个大河里面去玩耍 当他们在玩耍的时候 那是没有河水的 那个水是很浅的 但是当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玩的时候 在北部的某一个地方 已经下起大雨了 所以这个大雨的水呢 就开始沿着那个大河 一直向下的流下来 来到西部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洪流 结果这个洪流一来的时候 这些孩子他们完全不知道 当他们下去玩的时候 都是很浅的水 就是忽然间很大的水来的时候 有三个孩子 其中两个就被这些洪水给冲走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 他就抓住一个树藤 就是那根树藤 他紧紧地抓住 虽然洪流很急 但是那个树藤 他一直抓住 所以在当中 只有他是生存的 其他两个 最后是在核的另外一个地方 找到他们的尸体 这说明一件事情 你只要抓到一个不动摇的 你就能够胜过各样可变动 所以同样的 所以这个智慧的父亲告诉他 世界上变化无常 很多价值观一直在改变 你要怎样 你要辞定顺慧 如果你没有辞定顺慧 你今天看报纸 你相信报纸讲的 你今天看杂志 你相信杂志讲的 那你就成为一个动摇的 因为杂志的价值观 传媒的价值观是会动摇的 所以我们要抓住什么 那不动摇的 要辞定它 要紧紧地抓住 容易辞定吗 当洪水冲来的时候 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 不过他说你不要放松 你要实时 就是把它的抓住 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冲击 首先是后现代社会的攻击 后现代社会要叫你放手 放掉这个讯会 没有绝对的 你抓住这个讯会也没有用 世界都在改变 这个不是绝对的 你放掉吧 你不要相信 你要紧紧地抓住 因为神的话不改变 几千年来不改变 人类的想法历史文化价值观一直在改变 神的道神的话也不改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 我们还被世俗化常常来冲击我们 世俗化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跟别人一样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会犯罪的人 那我们犯罪吧 反正我们犯罪的天性是这样的 所以让我们跟世界的人一样 我们跟他们认同 这是世俗化不断的冲击 所以今天有时候你做基督徒 你知道要走主的路 但是世俗化冲击你 你何必这样不同呢 你不要跟人家不同 你要跟人家一样 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一样 所以我们开始世俗化思想 常常怎样影响我们 最近有个教会的领袖 他讲了一句话 那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他讲什么话呢 他在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 我们如果不能够唱世界的歌 就不能够得到世界的人 他讲的刚好跟我的相反 所以我才不久前才告诉弟兄姐妹 不要唱世界的歌 因为唱世界的歌是迷迷之音 但是他却讲这样的话 他在那里讲道 他常常讲道一半的时候 他唱起世界的歌来 我不知道他唱什么 可能他就唱 现在还有什么世界的歌 水长流 很久很久的 你都没有听过 复兴的人很久很久的 他就唱了很多世界的歌 他的听众每个鼓掌 这个人正好 他讲道长到一半 还能够唱世界的歌 大家都很喜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世俗话 如果要唱世界的歌 才可以得到世界的人 保罗根本得不到世界的人 保罗所讲的 保罗所唱的 保罗所做的 都跟世界不一样 保罗说什么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看今天我们唱世界的歌 你以为你唱世界的歌 会得到世界的人 你得到几个人 几个人你唱世界的歌得到的 那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都唱世界的歌 我们不但没有得到世界的人 我们还要士气了自己的人 我们很多的人 会跟着这个世界走 这就是世俗话的冲击 非常的厉害 特别这是在教母人员的身上 我们求主联名我们 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些都是我们要辞定的训会 我们要抓住 人家跟我们讲不要抓住 你放弃吧 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这个世代本来就是这样 求主联名我们 让我们辞定训会 还有我们也面对什么 心智不坚的那个壮记 心智常常不能坚定 我们自己动摇 我们自己怀疑自己 我们自己常常说 我信的真的是真的吗 这真的能够抓住的吗 那个小孩子 当他抓住那个树藤的时候 你想他心里会怎么想 我能够放掉吗 这个整个支住我吗 如果他一放掉的话 他就死了 但是他坚持 他不放松 他抓住 我们的心智不坚定 求主加添我们力量 让我们心智坚定 每次你动摇的时候 你求主加添你的力量 让你知道神的话不改变 我们人会改变 我们的心智不坚定 不过我们要紧紧地抓住 让我们抓住神 当然我们也面对撒旦 很猛烈地冲击我们 要我们跟世界认同 要我们过世界的生活 要我们犯罪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抓住他 这个就是智慧 持定顺毁 要持定顺毁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情 他说我们要避开 他说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 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 那这里给我们看见 他要我们避开 躲避 不要去面对 不要去进入 我们最好就是什么 逃避他 远离他 其实得胜试探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远离试探 你尽量能够不给蜜蜂叮到 就不是不要走到蜜蜂窝的下面 如果你靠到蜜蜂窝的下面去玩 然后去玩弄了一些蜜蜂的槽 然后你要不给蜜蜂叮到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见蜜蜂窝远远的离开 你就不会给蜜蜂叮到 那如果你给蜜蜂叮到 一定是你靠近他 所以你靠近他的时候 他不喜欢你的味道 因为你没有他蜂要的那一个味道 所以他就会叮你 所以你看见 我们同样的 对胜过罪的方法就是什么 远离犯罪的事情 不要沾染 不要摸 你不要赌博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要学会赌博 那一定是第一步是什么 学 你最好不要知道什么 不要知道多多店在哪里 我在星期天在咖啡店吃饭的时候 我要在另外一个课之前 我到咖啡店吃饭 有一个人就坐在我的旁边 一个马来人 他就坐在我旁边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知道哪里有多多可以下注的吗 我就跟他讲你问对了人 他可以替你省钱 我不知道 他要问我多多店在哪里 我当然不知道多多店在哪里 我常常走过的时候有看到 但是我不记得多多店在哪里 当然我们今天 你不用这么麻烦 多多店送到你家里面来 对不对 你上网就可以买多多了 而且现在很多人 他也不怕牧师看见了 他可以上网买多多了 所以到处都可以买多多 所以你最好不要被试探的方法就是什么 不要知道 所以不要学那些坏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在二世上做什么 这小孩子在二世上我不会 你不会马匠 你不会赌博 你不会犯罪的事情 你就不犯罪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 知道犯罪的事情 我们碰都不要碰 不要以身试法 我们远离他 所以这个远离是最好的方法 这是第二他要我们做的 我们人常常不是这样 我们人常常要以身试法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站立的住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细耍 玩火一定制焚 这是不改变的定律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避开 你是智慧人吗 你智慧人就是要避开犯罪的事情 你就免弃许多的后患 第三件事情他说 你一定要看见那个将来演出的光 你就是要看见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 我们很多人犯罪的时候 都是看得太短 你要学会看得很远 当你看得远的时候 他就形容 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 好像黎明的光 十八节 月照月明至到日午 什么是黎明的光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束光的时候 一点点还很暗的 慢慢的就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对吗 到了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 圣经说他来到日午正当中的时候 最光亮的时候 圣经在这里就停住了 他没有再讲下去 为什么 因为再讲下去就下山了 他要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会下山的 你不要从这里推理 你看日午过后 那不是还是要下山吗 不是他说知道日午就停了 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不会下山 意思是什么 你信主 你跟从主 今天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 就好像人家拍那种 既引既有的照片的时候 你一拍后你拉出来 然后你打开那个照片 你看慢慢的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那就最后就很清楚了 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神要帮我们引导到更丰盛的地步 也就是说当你信主了之后 随着你日子增加 神要给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 可以一直向前走 我们会越来越好 你信主多久 其实你的好 你的蒙福应该跟你 可以信主的年度成正比 那是很可惜的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成正比 就是因为我们很短视 所以我们常常让最近来 破坏我们这个美好的前景 但是这个智慧的父亲 教他的孩子 你要一直看最好的 然后倒回来想值得吗 为了一点点事情 破坏我们的事情值得吗 你可以很明白 当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 每个选手要争取什么 金牌 那这些选手都知道 争取金牌是他们一生的荣耀 他们过去几年 多么拼命就是等候这个金牌来的 所以你看见他们的训练就是越来越密集 他们的生活其实也越来怎样 越沾越踏实 越好 他们成绩也越来越好 他们的成就也越来越大 但是他们常常看的就是那个金牌的荣耀 你想他会为了这个金牌的荣耀 然后我吸毒吗 我吃毒品吗 我如果吃毒品的话 我失去了这个参赛的资格 我吃毒品的话 我失去了这一个荣耀的话 那是很大的羞耻 他不愿意 所以很多能够明白的 他们不愿意 他们再辛苦 他们要度过 我们做基督徒也应该这样 我们要常常从神的丰盛的里面 那个光的里面 倒回来看我们人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越来越好 所以当你信主了之后 你本来一无所有 神使你装备你 使你慢慢的样样都有 你本来生命不蒙福 神要赐福你给你越来越蒙福 你有很多的潜能 你有很多人的机会 神要给你 让你成为神很所用的人 生命很蒙福的 所以因此 我们一定要常常看到日午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前走 不要看到眼前犯罪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能够这样子 看到那个光 我们能胜过 所以这个智慧的父亲说 看远一点 义人的路是值得羡慕的 不要羡慕罪人的路 不要羡慕犯罪的事情 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它吞斥你 它是你暂时后最终的快乐 这是给你极大的痛苦 所以要常常看那个很宝贵的 而不愿意逝去 而使自己不断的怎样 来向前走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羡慕义人的路的 能够一致的向前走 这就是我们胜过罪 所以这个智慧的父亲要告诉他 我们要胜过罪恶 这三种的方法 辞定胜悔 避开所犯的罪 常常看见那个光 那我们当然 今月的圣徒 我们更明白 你怎么样能够一致的 得到这个力量 你需要以神更亲近 你常常需要在光明中行 约翰说以神同行 你常常要祷告求主 给你恩典 来胜过各样的罪恶 你常常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来装备自己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怎样 能够靠着他的恩典 来向前 所以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走越照越明 直到日路 你用一个问题来问自己 你能够用这些圣经 来形容你的生命吗 你不要跟我讲 牧师 我的已经快要下山了 没有这回事 最高峰是日午 当你日午的时候 就是神的荣耀 在你的身上 你见到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一直朝向日午前走 你现在在哪里 所以让我们的生命 不是在黑暗中 有些人你信主了之后 如果这么多年的光还没有照出来 你真的要反省 你到底有光吗 你一定有光 这个光可能很暗 可能你还在黎明的时候 虽然你信主很久很黎明 有些人离开世界的时候 还在黎明的时候 那是很可惜的 神要我们的生命是在日午向前走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的光开始照耀 所以很多基督徒他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 他的生命可以造福别人 他的生命可以给人恩典 他的生命可以给人得到神的恩惠 你看见这就是光的反射 所以请查我们自己 让我们的光越早到日午越好 那么你放心 他不会下山 他一直靠着主的恩典 能够在日午成为神所用的人 所以这个智慧的父亲说羡慕义人的路 我们也要这样的羡慕 好了 最后一段 从二十章一直到二十 二十节到二十七节一起读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寂在你心中 因为得作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以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怪癖的口 七节妙妙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要修平你的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是你的脚离开邪恶 这是人生功课的第九 那第九课 这个父亲教孩子什么呢 叫他做一个属灵的检查 也就是属灵生命需要做检查 我们都知道身体需要检查 我们常常有一些人有固定检查身体 可能三年可能五年 可能在你四十岁的时候 可能在五十岁的时候 那医生告诉你 如果你过了五十岁的时候 可能两年三年要检查一次 如果你过六十年六十岁之后 可能每年要检查一次 那为什么你要检查身体 检查身体就是看出身体有没有毛病 如果你查出身体有毛病的话 在它还没有有迹象的时候 你可以起早来修正它 所以检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一段的圣经 其实他正在教他 教他什么呢 检查自己属灵的生命 那属灵的生命的检查 是比身体的检查更简单 也就是说你不用到医院去做检查 你不用花很多钱做检查 你自己可以检查 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 那或者是每一个礼拜之后 你在反省这个礼拜的时候 或者每一个月你有一个月的反省 或者每一段期间 有一段期间的反省的时候 你要问几个问题 他说我们做身体检查 做自己属灵生命的检查 就是自己问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的几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就这样问自己 第一件事情你要问的就是 你的耳朵听什么 也就是你爱听什么 所以他说我耳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注意这个耳 你的耳朵听什么 那我们是我们听的结果 你听的正 你活的正 你听的邪 你就活的邪片 那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子如果在嘲骂声长大的 他每天听见的都是嘲骂的声音 他每天听的都是那个乌言未语的声音 所以他整个长大的时候 他就会什么 他就是吵架 他就是误畏的眼里 所以你听什么长大 如果你听的是在问候相爱的 清洁的话语下的环境长大的时候 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 你也是怎样 你也是干净的 相爱的 我们听影响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我们所听的结果 不要轻看这个听的力量 听的力量很大的 你知道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 人都靠什么 靠听 人家用耳朵看足球的 对吗 你有耳朵看过足球吗 你不怎么信服 你没有用耳朵看过足球 那我们曾经用耳朵看过足球 耳朵怎么看过足球 听足球的广播 哇 五号传给九号 九号一转身 一剃进了 你就说进了 这就是听 你很高兴 因为进球了 好像在现场看到这样 对吗 但是最怕的那些 他说进了 对不起没有进 让你白高兴一场 但是不管怎么样 耳朵就是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你能够领受 当你领受的时候 它正在影响你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你要检查一下你自己听什么 你听泥泥之音 当然那个结果就是生命的混乱 迷乱 你听高雅的音乐 你当然就会产生那个高雅的生命 你听败坏的事情 人也就跟着败坏 所以你听什么真的是很重要 那特别在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今天科技很发达 所以每个人耳机常常都放在耳朵上面 对吗 你看你坐地铁 那些人他什么都不听 他就听他耳机里面的东西 他一个iPod里面可以装几千首的歌 虽然他听很少 但是他就是能够带着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你看一看你的孩子的iPod里面是什么 就是他每天听什么 也就是他将来是什么 如果他整天听的都是那些美食之谈 他以后可能就做美食评论 如果他整天听的就是rock and roll的话 你不要奇怪 他回来的时候 因为走路还会以为摇的 很正常的 因为他听什么就是什么结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听什么 所以同样的你自己听什么 我们每一天听什么 新加坡有很多的波道 你听什么波道 如果你听958 你都是40岁以上的 如果你40岁以下的 一定听972 那么你越年轻的 你听的歌很多时候就越hot 所以如果你20多岁就听958 你少年老成 我们听什么真的决定我们的生命 所以声音有很多 有神的声音 从圣经里面的声音 有人的讲话的声音 人的意见 当然有魔鬼的声音 他通常给你邪恶的声音 也有圣灵微小的声音在你心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检查一下你听什么 不要以为不重要 所以这个智慧的父亲说 你要听什么 你爱听什么 所以他说听我的话语 所以如果你常常听主的话 就要是你听讲道 你听讲课 你听圣经 你听圣诗 你听这一些对生命 灵性有帮助的 你整个生命就会有帮助 这是不改变的 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 你问自己 我正在听什么 我爱听什么 有哪一些你爱听的 是神不喜欢的 那你要注意 有哪一些你爱听的 是跟圣经不符合的 那你要小心 所以问一问自己 我们到底听什么 那你听人家讲话 你喜欢听人家闲言闲语呢 还是听人家造就的言语呢 那也是你的耳朵在选择 每天我们的耳朵都在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对于马大说 玛利亚选择他上好的福分 因为他用耳朵听主的声音 所以你的耳朵不要随便借给别人 人就说请你听一听 你问他你要讲什么给我听 很多人喜欢讲闲言闲语 你不听他就不会讲 还有很多人喜欢讲黄色笑话 你千万不要去听 那是垃圾要倒进你的心灵里面 我们不要去接受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人家知道说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 那就是他知道你喜欢听什么 所以我们要注意检查一下 我的耳朵听什么 不要看它是小事 它是很大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检测 很简单对吗 问一问 你听什么 这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 你听什么 那你还安全 因为你听神的话 但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每一天都在听什么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第二件事情他就提到 你的眼睛看什么 所以他说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记在你心中 不离你的眼目 然后你跳到第二十五节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所以第二个问题 问你自己 你看什么 今天一天下来 你看什么 还有你爱看什么 不是当天看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活在一个 非常非常缤纷的世界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传媒 都用影像 影像就比听来的更强烈 影像有色彩 就比以前黑白的世界更强烈了 以前你看黑白片 你看一些侦探片也好 打打杀材武侠片也好 你都不看到 看到的血都是黑色的 这些血都有病的 都黑色的对吗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的血是很鲜红 而且它的科技时 它的血可以喷出来 这些都给你看见很感官的刺激 所以你眼睛看什么 而且影像最大 最可怕的事情 是它进去一下子 你再也拿不出来 所以你要当心你看什么 所以在我们等一下休息了之后 我们再继续地讲 那么 那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